金融市議員同志委的卸票車隊經過 支持者立即燃放鞭炮歡迎 在這一屆投票率較低且對民進黨不利的環境下 爭取連任的同志委不但拿下人愛區最高票 票數更超過5000票比上一屆增加了1000多票 讓同志委相當感激 只說努力做事一定會被市民看見 首先是非常感激我們鄉親的支持 那我想市民朋友給我更大的責任 那我們就必須加倍的努力來回饋鄉親 這次的選舉我們的主軸是支持做事的人 為作為我們選戰的主軸 我想非常感謝我們所有人愛區的市民朋友 支持做事的人肯定我們在過去的努力 對於未來的四年任期 同志委強調將努力落實各項政見 希望不辜負選民的期待 我們下一個四年 我們一定會加倍的努力 把我們的政見一項一項的完成 像我們有提出六大政策的主軸 我們一項一項都會來努力一步一步的實現 譬如說步行城市 還是我們惠龍市場的振興等等 委託行也會延續 那我們會把市中心的街道一步一步的整理好 非常感謝大家的認同跟肯定 家鄉還是家鄉 我想基隆市的選戰 我們個人的成功不代表基隆市一步完全的成功 我們會監督好市府 然後也會認真的做事 讓人愛區的進步 還是讓市民持續看得見 這次仁愛區議員選舉期強勢競爭非常激烈 是位現任議員中挑戰8連8的資深議員莊榮青意外落馬 上一階落選的征績員則順利回鍋 重返基隆市議會 記者張祈騰基隆報導